L600它有自動定高定位的能力 那麼在小範圍的移動下 遙控器丟著它都會在原地裡動 不會跑得太遠 還有還蠻有趣的 它的遙控器不用控制它也能夠定高 定高定點 光流定位還有氣壓定高 光流定位氣壓定高 一千多塊的機器不太平 它的儲存在通況處的訊號 只要不要太大感到就還不錯 不要在這邊危險 危險危險危險 它的定高效果還不錯 我不用控它它都可以用 然後右邊那個扭 這下面右邊這個扭 按一下就是起飛 按一下就是降落 然後這是升高 左邊這裡是升高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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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落也是這個 左轉 左旋右旋 好 小猜是誰啊 首先下降一個WiFi Go的軟體 這裡要放電池 這裡要放好電池 它有兩個電池 一個是大的小的 大的850可以飛10分鐘 小的780可以飛7分鐘 好 注意一下 這是它的攝影鏡頭 這是放電池的地方 這是光流 定位的那個Sensor 那這是折疊卡榫 按下去它就折上去 好 我們開機 主主在拍教學 好 開機燈亮之後 準備對頻 好 我們先開WiFi WiFi 好 WiFi打開 然後讓它WiFi連線 好連線了 SKY SKY Wifi 連好線之後呢 連好線之後 我們就先出去 遙控器打開 好 WiFi給我打開 好 已經可以連線了 好 按START 有 下面這是APP的部分 是 手機當遙控器用 上面這邊是 拿整個遙控器來控制用 這裡是 這裡是一鍵起飛 垂直往下按 它就起飛了 垂直往下按 它就降落 那左邊那是 эфф 哦 抖一抖一抖一 倒閉受 太ars辣了 剛剛再跟小孩玩玩到 把飛機槳給折到了 記得 遇到突發的狀況 講歪了 講歪了 可以稍微用手掰一下 這裡是整個歪掉 那他裡頭有備用給你 盡量角度折到差不多 我們遙控器 我們是用整個遙控器來做操控 先看一下手機的部分 手機的部分就是拍照 然後錄影 高畫質跟一般畫質 加力檔360度翻滾 一鍵擋盤 這個是Wi-Fi的訊號 如果訊號太弱 它會格數少 這是你過去拍的畫面 你過去拍的畫面 你要說它可以飛到Wi-Fi 你過去拍的畫面 你過去拍的影片 它存在手機裡面 它不是存在那個 不是存在你的那個 我會啊 記憶卡裡面 它沒有記憶卡 然後這就是 上升起飛 右迴旋 左迴旋 降落 然後這是一鍵起飛 一鍵降落 然後這裡呢是 飛機 右飛 飛機前飛 飛機左飛 飛機後飛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是軌跡飛行 按下去之後 畫軌跡就可以了 好這是指手機的部分 好再來 我們再來看遙控器的部分 遙控器的部分 遙控器的部分是這樣 手機遙控器這邊 好以上是遙控器的部分 然後我們剛用弄錯了 遙控器按下去 我要的是遙控器控制 遙控器控制這樣 我先選擇720的高畫質 按下去它就先錄影 好先錄影 那整個起飛的過程就會看到 好 好 那我們待會再來起飛它 那陳陳你站在後面 他會起來 他會起來 為什麼他叫我陳陳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凱陳就是陳陳 好 起飛之後呢 他就會起動定高 他不會跑掉 他就會在原位 他就會原位 那他有一個什麼 叫做光流定高 跟氣壓定高 氣壓定高跟光流定位 那是他的專有名字 我認識跟理解 就是說他會在一個位置呢 停在一定的高度 一定的高度 跟那個一定的位置 那會不會有失誤 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 好 好